哈喽大家好,我是微笑 前几天不是阴晨的梅超风 给他煲那个西洋菜还有那个贝壳汤嘛 我今天就去买 我等一下做好之后就送给他吃 然后顺便带你们去看一下香港的菜市场 菜价有多贵吧 我们现在走,出发 已经到了菜市场了 这个菜市场的话是前几年是重新装修了一次 所以现在看起来像超市一样 在香港的话 所有的新菜除非打特价 不然的话所有的菜是不可以讲价的 要么就是两杂它会便宜一点卖 但是讲价就不行了 来,买一杂西洋菜 再买一个树莓 来 小八门 小八门还没啊 好,谢谢 鸡蛋你买啊 我买五只 我就买十块钱五个鸡蛋这样子 因为买太多了也吃不完 鸡蛋嘛还是吃新鲜的比较好 对不对啊 好,谢谢 已经到了卖海鲜这里了 我们买点海鲜给梅超峰吃吧 哈喽 买 买几点哈 一切我们上门了好吗 在这里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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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钱给我之后 我再去买一点水果给梅超峰吃吧 你看一下我买了这么多 帮我买一斤鸡蛋 我买好水果哦 哦,没事,没事 我送人的 没关系 在香港买水果基本上都是一份多少钱啊 几个一席多少钱啊 一盒多少钱啊 还有一半多少钱这样子 很少就是说你买一斤多少钱 嗯,基本上不按斤卖的 我做什么菜我都喜欢放一点生抽 我都觉得挺美味的 但是我就不太喜欢用味精啊 或者鸡心这些东西 嗯,所以我经常就是买这些生抽吃了 买完生抽然后再买了一个一次性的盒子 一次性的盒子也是挺便宜的 两块钱一个呢 我现在到家了 买了虾 还有那个花甲 还有小番茄 还有鸡蛋 生抽 还有一次性盒子 还有西洋菜 玉米 都是给梅超峰吃的 我现在把西洋菜摘下来洗一下先 像现在冬天的西洋菜还是比较新鲜的啦 西洋菜洗一两遍之后 记住啊,一定要放一点盐 不然的话它那些 它那些虫子都不会跑出来的 知道吧 还有西洋菜的话 放盐不要放太多了 放太多的话 泡久了就像煮熟一样的 然后就不好吃了 也不好看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再洗下这个小番茄吧 小番茄的话也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东西才对 梅超峰睡在街上也不太方便嘛 所以就番茄就给它一个一个洗了 我忘记买生粉了 如果有生粉的话 我平定就是用生粉泡一下 你看这些虾也是活泼乱跳的 然后玉米的话我现在拿去蒸一下 放在这里面蒸 然后等一下再放两个鸡蛋一起去蒸吧 你们是不是这样去做的呢 花甲我就喜欢煮一下开口了 然后我再一个个洗 其实花甲你随意开 然后它就开口了 你要是不这样开口去洗的话 特别多的沙 你这吃起来肯定到很多很多沙的 你们不信看一下 你看这里面 盛了好多好多沙子的 你看是不是 所以我每次一般都是开口 再去水煮 或者炒这样子 我觉得挺干净的 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洗完之后 我再把那个虾煮熟了 虾煮熟 然后再给梅超峰这样剥开 剥开之后呢 我再放点水 放点酱油油这样 就把这个西洋菜拿去煮 煮好了之后 然后再放花甲或者虾之类的 也就五六分钟吧 不要煮太久了 煮太久这个菜也不好吃的对不对 别人说最后放盐才好一点 所以我一般煮菜最后才放盐的 然后再放一些花甲和这个虾进去 这个汤做好了 这个汤也是我第一次做的 我告诉你们 我也不经常做这些糖的 最后就放一勺这么一点点的盐 因为放了生抽嘛 它也有调味了 你看这个汤 搞得我也想吃 我下次也试一试 不过我尝了一下 这个汤还是很美味的呢 应该梅超峰喜欢吃的 粉丝们都说要我买一次性的盒子 你看我就买了这种一次性盒子 装起来了 哎呦 是不是很漂亮啊这样去装 梅超峰说不喜欢吃肉 我就买了海鲜 然后他肯定不喜欢吃米饭的 我就蒸了些玉米啊 然后带些水果啊 蒸了鸡蛋啊 就给他这样去吃 希望他喜欢吃吧 我现在装好了 准备出发了 梅超峰那里 离我家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去他那里 我必须坐小巴 或者巴士这样子 我现在已经等到巴士来了 我现在就准备上去了 像在香港坐巴士的话 还是便宜的 这一成六块多钱 坐小巴的话是十多块钱这样子 终于下车了 到了梅超峰住的地方了 我现在赶紧提点东西去看一下他吧 超峰 我好久没来看你了 我做了你爱吃的海鲜啊 这是海鲜西洋菜 给你吃你看看 还有玉米啊 还有鸡蛋啊 还有小番茄 看你行不行吃 这个小西洋洗干净的给你吃 做好我就给你拿过来了 我这几天没来看你 你想我不 有很多那个粉丝有过来 哦那就好 你的粉丝知道吗 你也有粉丝的是不是 这是我自己做的 不是买的啊 嗯 我我把那个虾的壳剥了 我怕你不会剥那个虾壳 你你吃虾的是不是 那你就吃吧 我陪你吃好吧 好 我这个背壳的话我不知道你 一起 一起啊 哈哈 我不跟你一起 你自己吃吧啊 我没放生姜了 我生姜都没放 我怕你不喜欢吃 就这样煮了一下 放了点油 酱油盐之类的 原来你也喜欢吃虾的啊 你不喜欢吃猪肉是不是 吃点少 嗯 那我就以后做点海鲜给你吃好吧 嗯 那你就慢慢吃吧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嗯 你想你吃不完 你想拿给谁吃 就拿给谁吃好不好 嗯 嗯 你过得好不好啊现在啊 好 好啊 嗯 好就好 要不要 要吃不吃的 我拿给那个老奶奶吃好吧 我拿一个给她吃好吧 嗯 等我啊 嗯 我拿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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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不好吃啊 好吃 下次我再继续做给你吃好吧 你喜欢吃什么青菜啊 就这个 就这个 其他的青菜都不喜欢吃啊 太新呢 有卖菜呢 就这个 哦 合不合你的口味啊 嗯 我也怕你不喜欢吃知道吧 我们把它盖上 不时就干 我洗干净的 嗯 这个贝壳我就没买小贝壳给你吃的 小小的贝壳 嗯 嗯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啊 好啊 嗯 虾 我怕你自己不会剥壳 弄脏了手 我就把你剥了壳了 新鲜的下来了 你下次要还要我给你带什么菜 你跟我说 不用 不用啊 谢谢 你说嘛 你说嘛 我给你做嘛 好吧 就这个 就这个 好 还有什么水果 要不要吃草莓 蔡莉子 那你喜欢吃什么 什么都不喜欢吃啊 嗯 没有人欺负你啊 没有 你身上有没有钱啊 有 有啊 你那些衣服呢 全部都这里啊 嗯 要不要我帮你拿去干洗啊 安哥 不用 不用啊 嗯 那你就慢慢吃了 好 嗯 我给了一个鸡蛋给那个 老老老阿姨 那边那个阿姨 嗯 我知道你不喜欢吃饭 我就给你煮了玉米 玉米喜欢吃什么 红薯呢 嗯 红薯 我下次给你煮红薯好吧 嗯 喜不喜欢吃粥啊 我给你包点粥好吧 虾粥啊 嗯 嗯 那你就好好注意身体了 我下次来给你包粥给你吃好吗 好 红薯粥 嗯好 红薯粥 还有呢 还有什么粥呢 那我走了 好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还有什么东西啊 没有了 那我走了 拜拜 彭彭你身上还有没有钱啊 没有 我给点钱给你拿着 拿着 给你100块钱 钱也没被人偷了 你告诉我 没人偷你的钱是不是 没有 嗯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知道吧 好 遇到什么事情呢 你就报警知道吧 嗯 好吧 好 你有没有记得我的电话呢 有 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 好 我一直都在了 嗯 我就下次给你包红薯粥好不好 嗯 还有这个菜好不好 煎鸡蛋我给你煎两块鸡蛋好吧 好 生姜是不是 就不放生姜了啊 好 放一点点盐好不好 哎 好 嗯 那我就这样带给你吃了啊 我过几点来看你 好 我走了 拜拜 嗯 自己把钱放好了啊 这个钱是粉丝给你的 好 好了我走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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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对你好好啊 我背回去干嘛 我去背回去吃干嘛 嗯 他很好啊 嗯 你都是香港人的干嘛 嗯 你都是香港人的干嘛 嗯 我刚刚给他煮过来给他吃 嗯 那你慢慢吃啊 嗯 拜拜 嗯 你去冰豆啊 哎 你去冰豆啊 去手 那你去吧去吧 拜拜 好拜拜 嗯